不过因为赖清德 他现在当然就很积极 想要整合派系 一直在邀请吃饭嘛 那之前想到 他第一场就是要邀迎戏 结果就破局了 可是迎戏的人都说 根本没局啊 没局 邀请都没有 好 不管怎么样 郑国会证实哦 有收到邀约 时间定在14号晚间 勇言会也说 收到邀约了 暂定3月底 但是迎戏真的很妙 立委刘兆豪 说没有破局 不破局问题 就是没有收到邀约 好几位都这样讲 陈明文也说 一直都没有收到邀请 到底有没有邀请英系 我就搞了半天 这也要罗生门 那现在对赖清德来说 派系力一百不平 影响真的那么那么大 其实我都觉得 现在乱一下 可是到时候真的是 赖清德出来的话 大家不也还都是靠过去 还是说这个影响到 真的会浮选不利 没有啦区域你一定要站台吧 你难道你不挂信赖台湾的砍棒吗 怎么可能呢 不过我是觉得 因为赖清德本来就跟音系不好嘛 已经三年多了 所以他们可能 没有那个个别联络的管道啦 比如说我就打电话到你立法院办公室嘛 那他就认为他已经邀请过了 可是他的助理可能没有转告啊 因为可能委员很忙啊 没有亲自讲上啊 假装不知道 不够真正 可是那么多人都说他没有收到 或者是他就寄一个 直接寄到那个基金会啊 他就以为这样就已经告知完毕了 这样也太 对啊 也太瞎了 也太随便了 我认为没有个人 他既然不好 他还要做得更周到不是吗 我同意啦 坦白讲我会认为他应该亲自打电话 那一个一个打啦 因为也没几个吧 没几个 对啊能有几个 对不对 就跟你关系特别不好的也没几个啦 了不起十个好不好 对不对 我觉得一定是这种理数没做到 事实上陈松山刚刚浅秋讲的那个才是真正问题 因为新潮流以前在地方的初选 你是怎么去排挤别人 对 或者打压别人 或者在你执政的时候你是如何去 你若有空跟李静毅同台 我们贤立委台南市的立委 你去问他 新潮流当市长的时候他能进办公室吗 立刻通报 因为他们就知道李静毅是他的对手 那你再去问庄瑞雄 他可不可以进帕梦安的县长的办公室 就是这种彼此的互通关系是非常不好啦 就是说他的排他性啦 然后那个团结程度啦 狼群作战啦 这个坦白讲我自己也经历过啦 我是不想讲啦 我不讲我个人的经验 可是我知道 讲一下嘛为什么不讲 我知道庄瑞雄面对屏东县政府 还有李俊毅面对台南市政府 那是真的是血淋淋的 那庄瑞雄在初选的时候 还被要求看榜下架 是啊他多惨我们都看到啦 对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陈中山会讲那话 因为他有太多朋友受害 恨啊 对所以就是说赖金德如果做一个动作 说他脱离派系 这个对他真的有帮助啦 那他会做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他要有智慧真的要做 不然你去想一想啊 比如说我随便讲好了 比如说陈丁飞 陈丁飞也是要选市长的 李赖金德如果选上总统 那百分之百一定支持林俊县 那还用说吗 他一定支持林俊县的嘛 或者说你要不要以后讲说 以后各县市的那个初选 你都不会介入 不然坦白讲大家真的会怕 而且新潮流是一个特别有纪律的派系 所以当总统也在你手上 然后他们又团结起来 又展现纪律的时候你去想一想 那其他派系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大家有口难言的话啦 因为他们也在选 比如说庄卫雄 比如说那个陈丁飞 他们都不好讲嘛 可是事实上就是你会感受到压力 所以陈丁飞就帮他 陈丁飞好像不会去 他说我说要邀请 但他好像有事 听起来是故意有事 没有啦 现在台南的矛盾还在进行当中嘛 所以我是觉得陈丁飞他是讲大实话 因为他对民进党的派系运作 他比我还熟 他相当清楚啦 这个地方的党公职的选举都是如此 而且已经持续了 就要超过这个格格的年纪 你就知道持续多少年了 当然百分之百超过侯汉廷的年纪 只有我的是无法超越 你就知道那个斗贼已经多久了 超过35年 你看那个矛盾累积多久 从1984年到现在 这个就是民进党内的问题 小英没有问题 小英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派系属性嘛 那阿扁那个时候是这一连线 可是这一连线就不是一个刚性团体嘛 就是这样 所以而且这一连线是摆明 阿扁那个时候是跟新潮流合作的 可是所以当然就是别的派系 就会怕怕的 当然是这样 但问题是会反扑吗 反扑的力道会大到伤到赖清德吗 那个不会反扑啦谁敢反扑 你要人家站台嘛 对不对 是辅选的力度啦 是力度的问题 顶多就是力度 因为你跟侯友宜选 坦白讲是很激烈的 这个不容 所以力度不够 不容失误啦 不容失误啦 你跟蔡英文对韩国瑜估不能比嘛 对不对 跟朱立伦对小英那也不能比嘛 这次选举一定非常激烈 知道小立元都讲啊 吴五波 对不对 对 他讲的是实话 昨天吴家也在讲 吴家总长也在说吴五波 非常激烈 所以柯文哲真的 就会变成那个 keymaker你知道吗 因为太接近了 太接近了 就是这样 好那浅就我们来看这一份 这个疯传媒做 疯传媒做的网路民调是不是 好来看到这个是 朱立伦还有赖 不是朱立伦 我怎么看到朱立伦 赖清德 侯友宜和柯文哲 来看到这一份 侯友宜是46% 那柯文哲31% 赖清德居然是垫底21% 这个民调出来 我不知道 因为是网路民调 网路民调 那当然我知道 亮哥一直会吐槽 就说网路风向很容易被带 那我民调看看就好 参考而已 只是 那这个民调数字 完全没有参考价值吗 我们能看的是什么 因为赖清德垫底 网路民调其实不叫民调 因为他没有 一种情绪是不是 多样客观母数的问题 那他基本上就是这个媒体本身的局限性是必然的 同时在看的这个节目或者是调查当时的属性 其实就已经决定了结果 那当然 风传媒当时的节目一定是相对偏蓝 这已经是一个既定的结果 而且也有可能是海外的 对啦 有可能 有可能 甚至是 有网路嘛 大陆的网友也有可能不知道 但其实 因为以这个媒体属性来做的网路民调 网路民调其实真的不叫民调 因为他没有客观的抽样性 可以做参考啦 那只能说是这个群体的支持者 大概倾向于哪个方向 那当然柯文哲其实挺尴尬 我觉得他现在处在尴尬的处境 是包括连看要去个美国都这么尴尬 他自己宣布是又要去 去的时间点是在人家这个 参众议员休息 休息的时间 然后又发现蔡英伟也要去 紧接在他要约的人几乎都很困难 就好像他夹在这两个民调中间 这种尴尬的处境一样 那真的他到时候开放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合作的这样的态量 目前当然看起来跟蓝军合作的情势 这个比较几率比较高 不管是从连胜文所释放出来的讯息 现在党这方面说 要把蓝白一起加入以考虑 这样他当然他自己也说 蓝加白还是小于绿 他当时自己很明确的 在数据上这样告诉大家 那现在所谓的五五波 是不是侯友宜如果加上了 这个柯文哲的白 就反而有点机会了呢 机会是不是就更大了呢 那么跟这个王罗明 我觉得这个是只是一个参考值 可是呢其实这告诉大家 这个刚刚亮哥也讲了 柯文哲当中的关键角色 然后侯友宜现在真的要等到 六月整个总质群完才要出来 我觉得选情是瞬息万变 不知道要补两个 要补多久 这个但要多久才能复出来 其实幕僚很多的建议评估 可是他自己本人的意志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本人的意志 他是担心说他如果现在宣布 对不对 那总质群就都问你一些总统大选的 你不宣布也会被问 对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差别 我也觉得没差 但是他觉得如果不宣布 我就可以不回答 跟市政府 不可能啊 我跟你讲你不回答 新北市议员也要看那个效果 我就一直逼问你都不回答 然后我是按那个摄影机拍着 我们都逼问过啊 我现在还是新北市长 打路机啊 你只要宣布 SNG车就是盯着拍了 你一旦宣布了你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才是他现在认为的困境 那可是侯友宜再不出来 蓝军是真的要炸锅了 我觉得当然朱立伦现在传出来各种版本说 他已经立触想要把这个舞台设给 侯友宜让他赶快提早可以出来表态 他是澎湖浮蓬奇莱灯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